腾讯体育10月30日讯据NBC体育报道 波士顿凯尔特人官方宣布由于右脚足底及摩擎为撕裂 队内气度中风丹尼尔泰斯将会进入商品名单 并且归期未定 NBA正视频直播胡人VS森林郎 战皇大战唐斯塔图姆与泰斯凯尔特人主帅史蒂文斯 透露他也不确定泰斯需要修养多久 但至少短时间内无法付出 没有确定的付出时间是因为可能比预估的要严重 史蒂文斯说道 索性不需要做手术 接下来几周再看看恢复情况吧 随后再来确定付出时间 如果康复迅速 就算是万幸了 还好此前腿进拉伤修展 多场的中风贝恩斯将会在周三付出 一旦泰斯进入商品名单 先是罗宝特威廉姆斯将迎来上场机会 这对于泰斯来说太不幸了 贝恩斯说道 上赛季我们也遭遇过商品的问题 每天我会尽全力去恢复 希望能够尽快回到赛场为球队做贡献 本赛季泰斯出战无常 在场均12.2分钟的上场时间内 场均可以得到6分3.4个篮板 上赛季他出战63场 场均得到5.3分4.3个篮板 大见